大家一定對LED面膜好奇到底有沒有效果吧 但使用一個月下來我發現這個真的有用 而且每天只需要使用10分鐘 臉部的肌膚老態就減少了很多喔 LED面罩面膜椅現在市面上有很多款 但說實話要買還是要找安全有保障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愛購物開箱的人 所以我也買過其他品牌的 那我現在手上的品牌是 Grand Spotty的LED光療面膜椅 另外我還有針對頸部的美容衣 頸部的話我會等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做分享 某一天的開始我就非常非常的重視我的眼周細紋 還有額頭 那最主要就是我的雀斑非常的多 所以我整個超級緊張的 其實我剛開始是真的也會對這個產品質疑 想說這個使用了到底有沒有效果呢 我現在也就是只能怪我自己當初沒有在 最優惠的時候購買啦 那我也是先看了我朋友的分享 那我就開始上網爬文收集不同的資料 我要確實讓我自己知道這是真的是否有用 那我之後也是上網到國外的YouTube影片去搜尋 它的心得會比較分析的詳細也比較真誠 那這一款LED光療面膜椅呢 它還有榮獲了許多的外國的女明星 像最有名的我印象深刻的啦 就是艾蜜莉在巴黎 她那一位女主角就是有分享推薦這一款 所以我最後也才選擇了使用這一款面膜椅來試試看 如果有人問我說臉跟脖子兩個只能選一個 我會選哪一個? 我現在告訴你 現在只有小孩才會做選擇 當然是兩個都要兼顧喔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覺得原來讓臉部透亮 其實不用花去醫美那麼多的錢 或是預約的時間超級難巧的問題 一天只需要10分鐘 拜託大家看了這支影片 一定要每天照光10分鐘 一個月之後就可以看到自己變得不一樣 可以每天拍照做紀錄 這樣子更有感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近期的照片 但是我不會放上每一天的照片 因為我怕太多了會佔滿整個螢幕畫面 而且全部都是我的臉也太恐怖了 所以主要是想給大家看一下不一樣的地方 成果是漸漸的出現 而且每天乖乖的使用10分鐘 真的不多也不少是剛剛好的 有些人可能會問說10分鐘的話 這段時間我可以做什麼 我有時候會直接躺著休息 因為時間到了它會自己關閉 很簡單吧 而且完全不需要拿手機來計時 很多人應該會問以下的問題 第一個光是否會傷害眼睛 其實剛開始我也是蠻擔心的 不過這是有通過認證 而且目前沒有研究顯示 紅光會傷害眼睛 如果對於光線比較敏感的朋友 在商品裡面有附上一個眼罩可以使用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使用這個面膜衣的時候 會不會有溫溫熱熱的感覺嗎 我個人使用下來就是非常普通的照光 沒有任何的溫度 第三個問題 是有線的還是無線的 它其實是算無線的 因為購買的時候 它是會有一個長條型的開關控制器 當它只收到的時候 建議大家先把它測試一下 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面膜移它是不是有正常的亮光 之後請務必要先把它的開關控制器 拿去充飽電再來使用 最主要我也是看重 它有經過臨床的證實 四周內有效淡化35%的皺紋 還有結合了紅光 與紅外線雙光軌的光療對抗老化 官網它也有標示 這款面膜儀有結合了紅光 還有紅外線雙光軌的光療技術 結合兩種不同的光線來照射肌膚 也都完全不需要手術 不需要任何的恢復期 專利醫療矽膠設計 包覆全臉無視角 臉的最上方到下巴 都全部有包覆到 讓光療可以均勻地覆蓋在臉部 我不得不說他們自己推出的水凝膠面膜 真的超好用超保濕 這一款水凝膠面膜是針對 LED光療面膜儀所設計的 有專門的小孔 可以確保紅光的穿透 之前臉上有脫皮的狀況 使用LED光療面膜儀加上 這一款水凝膠面膜 保濕度真的讓我太驚訝了 通常都是在晚上敷面膜 隔天早上起床上妝 真的沒有脫皮的狀況了 雖然水凝膠面膜的價格 不像是一般面膜的價格那麼的 容易讓人接受 價格是稍微偏高一些 但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使用在重要的場合 或是肌膚需要立即 保濕修復的時候使用它 這個時候就會有人想要問說 但是我沒有再使用 他們家的水凝膠面膜 那要怎麼辦 我還是一樣可以使用 LED光療面膜儀嗎 就是會產生一個問號 其實是可以的 沒錯 可以單純使用它的 LED光療面膜儀 那首先呢 你第一個一定要把臉清洗乾淨 而且一定要擦乾 臉上絕對不可以有任何的保養品 你就是在使用光療面膜儀之前 臉上都要是全乾的 是乾淨的 再使用光療面膜儀敷上去 10分鐘 不要擦任何保養品在臉上 再使用LED光療面膜儀 10分鐘 之後再擦上你平常的保濕啊 保養的步驟 或是抗老的保養品 只要記得使用LED光療面膜儀的時候 肌膚不建議有其他的保養品 因為不確定它的成分 還有面膜啊 保養品裡面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會阻擋光源穿透到肌膚的底層 所以會建議肌膚都是要乾淨 而且是要擦乾的 剛開始啊 我以為這個只是一個噱頭 但是我使用超過一個月之後呢 我確實有感受到它的效果 對我來說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拍照啊 或是在錄影片的時候 有上妝啦的時候 朋友他就有問我說 是不是有特別做過了什麼 根本感覺好像最近變得不太一樣 變漂亮了 那我是因為有小孩了 所以呢 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我沒有辦法這樣隨意的亂花錢 雖然我很喜歡嘗試新的彩妝啊 保養品還有其他的美容儀等等的 但是我會買我自己需要的 但對我來說呢 現在我分享的這一款 LED光療面膜儀 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資給自己 這樣呢 也不需要花更多的錢在醫美 或是呢你想要變漂亮 但是卻還需要恢復期 其實恢復期啊 對很多的女性來講 是真的會猶豫 而且我是真的推薦大家可以 就是好好投資自己一下 那這一次呢 我主要是以臉部的為主 那第二集呢 我會針對頸部的光療面膜儀 它會包含就是照到你的前胸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你們這一次 對我的使用心得和開箱 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可以留言給我 不要害怕也不要害羞 記得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的影片最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